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丰收美洲药文 今天是父亲节 祝福各位父亲节日快乐 感谢教会参务组弟兄姐妹不辞辛苦 衷心摆上 为大家预备主日午餐 由于近来教会人数增长 厨房急需增援 联络人宋弟兄 大家好 我是宋弟兄 在咱们厨房做义工 我是14年来到这个教会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旅馆里聚会 每一次的主日之后也有免费的午餐公集 只是样式稍微单纯的一点 比方说炒饭 炒面 馒头 煎或者也有一些包子吃 那个时候我就在心里面想 如果有一天我们有了自己的家 自己的厨房 那我肯定能够让兄弟姐妹们吃上一顿热腾腾 有脂有味的午餐 相信大家在主日之后 也吃过我们做的饭菜吧 好吃吗 服饰是为主做工 看着兄弟姐妹们吃得开心 其实我们的内心也是开心的 你愿意吗 如果你有感动 来厨房服饰 为主做工 我是宋弟兄 请与我联系 谢谢大家 为近来日益激烈的俄乌战争带导 求神在世界当中 居首位掌王权 施展他大能的手 赐下恩典和怜悯 伸张正义 止息战争 赐下平安 带来医治和安慰 使战争早日结束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因纽约市今年增设许多免费夏令营 及儿童节目 丰收儿童夏令营招生不足 未达到最低人数要求 今年的夏令营决定停办议 鼓励各小组及事工部门 使用教会户外场地举行聚会 预定场地 请恰商办公室主任刘一轩姐妹 电话718-631-0596 为教会正在筹建中的 纽约优势电视台 培训媒体人才 教会开设节目企划写作 《头脑风暴工作坊》 内容有剧本写作技巧 创作及制作电视节目等 上课日期是7月15日星期六 上午9点到下午4点 报名联络人赵林弟兄 电话516-376-3320 教会的复兴需要下一代的复兴 儿童主日学6月30日到7月1日 举办两天一夜的亲子露营活动 活动包括篝火晚会 诗歌敬拜 信息短讲 艺术游戏 农场主是一对主内艺术家夫妇 餐点食材取自农场的有机蔬菜 鸡蛋和肉类 每人费用85元 需自带帐篷和露营用品 三岁以下孩童免费 报名联络人 陈倩姐妹 电话917-435-4601 佼佼姐妹718-314-2950 负责同工陈小姐妹 电话718-578-8986 以上便是本周丰收新闻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周再见 愿上帝祝福您 这下周深眠 我们下周深眠